你啥子意思吗 你啥子 我上班 啥子上班 我走半天都不知道 你是不是可以躲到我的吗 我哪躲你 我到呀 我从工作里面过来 啥子意思吗 我怎么办工作 我忙工作的吗 不要吵嘛不要吵嘛 好好说嘛 你才一个小的吗 啥子意思吗 我忙工作的吗 你啥子搞笑的 我就是为了这15万块钱 我们就赢了一把 奔了算了 跟你说提不出来的吗 要等时间都嘛 我怎么知道提不提得出来 你试过吗 你都没示范过吗 那你也试哈 9点了你过来弄一下 啥看我个人 不要激动 妈妈说嘛 真是太搞笑了 好无语哦 我说姐妹 你几张都是你 我上班 你都还过来打着我 我已经打了吗 你那边都是你 你给他你去吹这个 是不是 我在忙工作的忙 忙的哼 你莫打 你莫挑辞行不行 我没有挑辞 你说是哪个意思 多多逼人呢 我说多多逼人呢 我都说提不出来 提不出来嘛 不要 不要不要 不要 不要打架 你到底啥意思 懂手 不要动手 不要动手 总是严不回去打人 不要打人 不要打人 姐妹讲 你怎么好 不能说 我现在对小学做的一切的行为都很不理解 昨天我在我们中央办公室上班 然后拿资料 他突然冲进办公室 唱过大火大叫 当时还有两个同事在 他一点都不转移我的感受 就 唱过要钱嘛 说这个钱我还自己一直都不给他 我明明之前在微信里面跟他说清楚的 我说这个钱需要提交资料 然后需要平安生 然后才能把这个钱提出来 这个钱是我们两个一人一半 共同的资金 他就说我不给他 也觉得可能吗 我们两个人虽然现在是断理关系了 但是我们还是 牵扯到一些 亲戚关系的 而且我跟他说清楚 如果你要 不相信我的话 你不可以把账号给你 你就直接去登录就好了 你个人可以查看 可以这么 就是提线 这么看一下 他就凭着网上查的话 可以提出来这么一个字 就把我给 判决了 就说我 不给他钱 不给钱给他 说我要赞尾私优之类的 我自己为了这些 给他两个打扰 自己发到这些发平台里面 让你们对我误解 然后还把我的 无意之言的小动作 当作封面 然后很多粉丝就说我 眼神太狠了 说我太恶毒了 还说我是一个 毒服 说我平时看起来 我说其实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 不好意思 让你们见笑了 平时我就是这个样子的 标情 因为我不晓得说 就是一个很那种 冷淡的那种标情 然后 你们可能觉得我这个人 比较凶 其实当时只是在乞丑上 然后就 免无标情的 真的 免无标情 好了 我就跟你们 解释到这么多了 就想跟你们 说清楚哈 到底是啥的情况 免得你们等我 无解 太大了 你真的等我 无解太大了 我觉得我太无辜了 我老老实实在我 公里场上班 却找到你们这样子的攻击 和额眼想想 然后这几天都在加班 我已经连续加了三天的班了 中午晚上都在加班 处理这些工资 收尾的事情 真的很累 我真的没得紧 里面让我折腾 我也希望他不要折腾我了 有啥的事情 等我工作结束完 就好好的说 我现在太累了 精品里紧的